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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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C9S 今天要講的是PHP Blue 那 應該很多人有就是多重PHP版本管理問題嘛 那現在 我們寫了這個PHP Blue 就是用它就對了 那它是在Github上面 現在已經 被切掉了 沒關係 搜尋PHP Blue就對了 然後現在我們已經有 有488個Stars 然後有38個Watcher 就是這些人有幫忙 Pool Request來修改一些東西 然後有大概40多個Folks 然後有16多個Contributors 然後 裝PHP Blue的話就是 在Github上面就直接把它抓下來 然後CHMode告訴他就是 就可以直接執行了 它是用PHP寫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任何新功能的話 你可以就是歡迎直接Folk它 然後改東西加新功能這樣子 那 要列出像PHP 就像RVN這樣子就列出來 然後Install也很簡單 那 你可以加 就是我們現在有那個 MacPorts的Variant 所以你想要編譯Default的PHP 就加一個Default 然後如果加 編Database的話 就可以編C-coli 編C 一大堆的Variant 可以列出來 然後你如果想要Extra Options 你就加在後面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切換PHP的話 你就用UsePHP 什麼版本之類的 你想要用的什麼版本 就可以直接寫過去 那你裝過去的時候 裝完之後 你可以用List的方式 列出你當時編譯這些PHP的 所有的Variant 那你如果要編譯另外一個版本的時候 你就直接複製這些Options 或是Variant 直接到另外一個版本 就可以裝成另外一個PHP了 那我們最方便的是說 我們這個Extension的部分 你直接讓它Ext install YAML 它就可以幫你把YAML Extend裝好了 然後裝完之後 它就幫你Enable 所以你也不用去另外加 那個什麼Config 那你要關掉的話 就Ext disable YAML Enable YAML 非常方便 OK 那歡迎大家 如果任何的Future Request 或是Bug Report 或是你想要幫忙 就是改東西 加東西 或是任何的信用 那新的想法都歡迎上來提出 然後我們就可以 來改善這個Project這樣子 OK Thank you very much 下一位Wake 喂喂喂 大家好 我是Wake 跟在C9S大大後面講 真的是很緊張 因為他可是空手擊倒老虎的男人 我沒有Slide 然後我是掉到Lighting Tower這個坑裡面之後 才知道前有C9S大大後面有Ellen王大大 真是太可怕了 OK 我今天在這邊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關於 輕鬆講 聊一下關於Frontwork這件事情 就是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呢 他們常常在看完 譬如說Pub Conf 或是其他一些資訊之後 跟我講說 欸Wake 這Frontwork超屌的 怎麼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什麼時候有 他就叮叮叮下線了 或是說沒時間 我明天有八個專案要上 而且我們的Designer 又拉肚子幹嘛 還幫他切板什麼之類的 OK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說 其實Frontwork 沒有這麼難親近 而且你既然沒有時間 或怎麼樣 你也可以想辦法幾時間出來 譬如說一週一個小時的 公司內部跟大家聊天 或什麼之類的 你都可以慢慢了解他 那 大家不願意採用 或是說不太喜歡 親近Frontwork 大概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沒時間 第二個是不知道他在幹嘛 不知道他在幹嘛 這件事情其實蠻可怕的 就是譬如說你 你今天燒熱水 你知道熱水壺加熱圓裡 它就是燒熱水就開了 可是如果今天跟你講 這個熱水壺 不會燒開水 就是它不會變熱 可是它水一樣會 就是可以燒開 你可能會覺得很可怕 你不敢用它 OK 這是有一部分的原因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 最多的就是 我用這個到底有什麼好 好 我明明普通的code就可以run了 為什麼一定要用Frontwork 我今天只是要寫個Hello 我只是要秀個 Event Side 我為什麼要用Frontwork呢 OK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你用Frontwork其實 不能說會給你帶來 完全很大的好處 譬如說 今年的 那個Keynote的講者 Orange Dada 他在去年的PP.com上面 講一句很經典的語錄 就是 Hacker一看到你的網站 是PP寫的就高潮了 因為它可以滲透 可以做很多事情 OK 如果今天你用Frontwork 你可以避免這件事情嗎 傻孩子 不可能的 因為那個東西是關乎到個人 對於資訊安全的一些概念 但是 也許 你可以比較持久一點 OK 好 那 我們今天在講到說 Frontwork它 其實只是一個輔助 就像左手一樣 可是它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造成 就是可以幫你做到輔助呢 你可以想像一個場景 今天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飯店 OK 裡面有十個waiter 要接待客人進來 幫他們送到房間什麼的 今天這個飯店 全部是很空曠的 門一打開刷 所有人都跑進來 每一個人忙得堅硬不暇 OK 你是一個老闆 你在上面看 你想說沒問題 運作得很順利 OK 今天二十個人的時候 場景開始混亂 你今天講說 開始有hacker滲透進來了 我要派保全去 結果每一個waiter 旁邊都站了一個保全嗎 這事情就不太work了 而且如果今天我要跟你講 黃色衣服 橘色衣服的 特別有嫌疑 你要把它揪出來 這邊要揪橘色 那邊要揪紅色 你會發現整個世界開始混亂 所以 PHP Front Worker 其實很大一個部分 它除了幫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之外 它是給你秩序 給你架構 OK 但是很多人還是覺得說 我其實根本不知道它在幹嘛 譬如說 PHP Front Worker 大家提到第一個想法就是NVC 可是NVC 其實不是一個 很好踏入這個事情的門檻 那什麼東西適合呢 一個 Front Worker 如果它什麼都包 通常會有很多部分 OK Module Controller View Database Orm 或是Active Recall 或是Temper Engine Helper之類的 但是有兩個東西 其實很少人提到 但是每一個 Front Worker 幾乎都會做 是什麼呢 OK 是Router 跟Dispatcher 這兩個東西是非常 非常入門專的 而且你非常容易 就可以自己實作出來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是鼓勵大家 回去之後 你可以試著寫一個 自己的PP Front Worker 但是 不要把它拿去Production用 千萬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能做了兩年之後 你發現 那太難做了 我不玩了 全部就毀了 怎麼樣開始這件事情呢 其實非常的容易 你基本上只要裝過 看過任何的CMS 或是看過任何的Front Worker 你就知道 第一件事情 把所有的檔案 先導到你的Index 你可以透過Rewrite Apache的Module 或是其他東西來做 然後呢 你用Server的Global 這個變數 去找到它的路徑 你就可以開始一段 非常神奇的旅程 你可以做一個 你自己的Router Router在幹嘛呢 就是你把路由 這個網址拉進來之後 對應到你想要找誰 OK 他做這個對應的動作 然後把這個 對應的目標 交給Dispatcher 去分派這些任務 Dispatcher拿到之後呢 他就去弄 弄完之後發現 如果還有下一個 下一個 Application要Run 他就會再回到Router 然後再走下一次 就像牛的反處一樣 四個位置這樣 Run還Run去Run 所以我在今天 只是非常的快速 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 回去從Router開始寫起 你會發現 你的世界不一樣了 你不再是一個File一個File 你是有一個開頭的地方 有一個中間的地方 而且甚至你慢慢會抓出 你的Template 你的其他東西 你會開始知道 怎麼樣把它按插進來 OK 謝謝大家 下一位 吳怡瑩 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寫好前段 不要搞瘋你的PHP後段工程師 那 前段來PHP的成功 我實在不知道講什麼 所以主要是會講一些 跟HTML maintain的部分 然後 今天沒有什麼爆點 只是題目看起來比較威 然後 大家好 我是Win 我目前是擔任前段工程師的職務 然後 我有一個博物格 是Win的新的小筆記 以及我的Github帳號是Win 不過上面沒有什麼 值錢的東西 那最近在研究 怎麼上來講LightingTalk 就是還蠻緊張的 大概是這樣 那 因為前段工程本身有接觸CI 然後 跟E 但是主要都是寫C跟V的部分 然後進入正題吧 就是 當我 還是一個前端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知道有後端語言 所以 如果拿到MineOutDone 就是切 靜態檔案啊 HTML給後端工程師 然後 因為自己也覺得麻煩 後來去學PHP 然後那時候覺得include實在太好用了 就是 你只要把一個檔案切成好幾個 然後 一直include進去就OK 只要改一個地方就不用一直改 然後很像在造積木 但是 但是還是很難用啊 因為我還是必須 當我要接資料 或者是後段接資料 他還是必須在 每個檔案裡面去寫HTML 他要去接次串嘛 所以include沒有很無敵啊 因為 當我們要面對需求不斷改變的時候 然後 比方說一個簡單的list 他從第一版 然後改到第二版 又改到第三版 然後 PM還比較喜歡上一版 我又要再改回去 但是 老闆喜歡最後一版 又改回來 然後 老實說 心裡就會有點OS啊 絕對很麻煩 然後改到最後大家都累了 然後 最麻煩的是 溝通流程上 非常的耗時間 那 因為 大家都是為了減少自己的工作量 所以 我們要盡量減少自己修改的次數跟溝通時間 那 那時候 就是覺得前端應該要學會DIV的模組化 那 有的人說 就是module 有 在CL我都叫helper 那用E的時候就叫widget 那 模組化就是說 我也不太會形容 就是一個 會被一直reuse的HTML結構 你要把它寫成 你要把它單獨拆出來 HTML CSS 跟JS 那 有點類似把它寫成一個function 然後 串字串的部分就交給前端來做 因為顯示邏輯是我們來控制的 那最後呢 你就只要跟後段說 這個function我給你了 你就 丟一些設定進來 你要什麼layout我都有 這樣就還蠻省事的 所以呢 呃 就是前端演變到最後就是說 到最後我都是在製造 模組化的元件 然後 控制顯示的邏輯 然後 避免砍掉重練 然後 不要一直重複的去改HTML code 因為很麻煩 我們只需要 把東西寫得更完整 然後 可以讓它很好的擴充這些功能 那對Ben來說呢 他 他就不用組字串 這是我的工作啊 他只要把array 帶到helper或是module就可以了 那由資料來決定樣式 樣式的結果 那所以就是 就是 比較好的防練的話 就是 我們要有reuse的思考模式 然後 產出好的HTML結構 然後 欸 還有一份多耶 結論就是 寫更少做更多 然後 希望大家都可以輕鬆一點 然後 然後 我其實認真想過 到底什麼時候 會讓破端終於是瘋掉 其實就是 沒有前端的時候 就是呢 如果你們只有UI到Ben的話呢 就是 一份媽好兩樣琴 好版 貨版 模組的話 整個自己來 然後 好前端帶你上天堂 不會讓你崩 謝謝大家 下一位林希哲 大家好,我是林希哲,我暱稱聽風,我目前是台科大資管系的學生,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Nexmo這個服務,Nexmo簡單來講,它就是一個提供你電信服務的供應商, 它可以讓你去發簡訊、收簡訊,透過網路發簡訊、收簡訊,然後這聽起來沒什麼嘛,因為台灣很多廠商都有做過類似的服務,讓你可以收簡訊、寄簡訊什麼,那其實重點在後面這個,它可以發送語音訊息,也就是透過API,你可以打電話給別人,然後直接講話,你只要打文字在裡面,就是透過API打文字它會幫你轉成語音,打給你的朋友,整人蠻好玩的啦 然後,還有就它的費率很便宜,我們之前有用好像250塊我就寄了快1000封的簡訊吧,它簡訊0.4元一封,然後這是一個平均價,它各家廠商的計價是不一樣的,就是它對遠傳或對中華的計價不一樣,然後語音的部分它是0.7元一分鐘,然後山竹那個什麼的,它是0.88元,我剛剛去查的, 然後遠傳,至於用遠傳什麼,自己寄會更貴,然後電信三雄,對,就不用說更貴嘛,而且服務很差,然後還有重點是它的使用很簡單,因為它是RestorFloor的API,你直接用Gate就可以去做操作了, 然後,像這樣一個服務可以去做什麼應用嗎,常見就是OTP嘛,簡訊通知系統,有時候你辦活動,需要緊急通知一些朋友,那這時候就可以用Nexmo的服務去通知 然後還有會員的手機驗證,還有一個是匿名手機號碼,這是我旁邊這位提供的idea,就是有些服務會需要驗證你的手機號碼,這時候你可以跟Nexmo去買一個手機號碼,然後它可以寄簡訊到那個手機號碼,然後你再去它的網頁上收簡訊,然後這東西要怎麼用,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去Nexmo的官網註冊,然後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網址那邊註冊,然後第一次使用它會送你好像三歐元還多少錢的點數可以用,然後可以去下載這個Library,這是給PHE專用的Library,我是從一個網,呃,國外有人寫好了,可是因為它很多也沒更新,所以我有做一些修補,然後再加上我朋友寫的一些東西,整理成這一份,然後首先拿到PHE你要先把它New出來,然後New的部分只要填API Key跟API Secret就可以,它註冊完以後在網站上就會顯示了, 然後發動簡訊的部分很簡單,就是物件,然後send a text,然後後面就是你要寄給誰,然後你的發信者是誰,還有訊息內容 然後這邊你可以發現到那個Front的部分,你可以填任何的英文字,或者隨便填一個電話號碼,然後就它可以讓你自訂發信者,然後要注意的是TU的這個部分,你要有國碼,國碼886,就你如果沒有打國碼它會記不到你要記的那個人那邊,然後後面再去接931什麼的,就電話號碼不用打0, 然後它可以做批次發送,就是發送者的那個部分用逗號做間隔,然後一個request最多可以發10個收件者,然後還有自訂發信者,這法律上我是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啦,然後還有發送語音訊息的部分是用send a box這個,然後就直接寫寄給誰,還有文字內容,然後它支援callback, 就是當你用這個東西寄出去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是沒有告訴你狀態,因為打電話你沒辦法立刻知道狀態,所以它會在對方接電話以後,它會給你一個callback,告訴你說這個人有沒有接電話,還是把它掛斷了,然後它可以做語速控制,然後可以有一個中斷,就是不要講話,然後過幾秒再講話這樣,還有它可以直接在裡面播放音樂,然後livedemon我還有一分鐘應該夠 那我這邊直接,我先測試簡訊,我要寄給我朋友,然後寄件者是phpconf,內容是hello, 然後它會回應一個物件,然後告訴你說,你這封簡訊的寄送狀態有沒有成功,告訴你有沒有成功,它有畫多少點數這樣,為什麼沒有啊? 欸,13秒欸,簡訊,有,就在這裡,它就會寄過去,然後寄件者是phpconf,然後還可以直接打電話,打電話的話就是一樣,收件者跟內容,這邊, 那個聲音有點小,聽不太清楚,然後好,重點是,你可以直接,因為我這邊講的沒有很詳細,所以你可以到他的網站上去看文件, 然後我要謝謝Jerry跟Mouse,因為昨天他們給我的一些建議,不然我今天應該是來不了,我要寫,寫簡報寫到死掉,因為有些東西用不出來,然後謝謝大家,第一次上來講的不太好,嗯,謝謝大家。 好,大家好,又是我, 我講了本大會的第一場跟最後一場,好,那我開始囉,我今天要講的東西不是一個新東西喔,叫做我的密碼沒加密你的呢? 那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說反話,所以大家知道意思就好,那我叫Alan,我是翁浩正,好,那我們就開始講故事囉,首先呢,2013年喔,駭客肆虐,各路的網站頻頻被駭,帳號密碼,遊團江湖,人人自圍,這東西大家都很常見對不對,新聞都會講,像昨天Adobe, 你是不是出了大事情啊,對不對,帳號密碼是外洩,但是傳說有加密,所以可能還好,那我們就說到帳號跟密碼,為什麼密碼會外洩? 難道,密碼為什麼會外洩呢?難道你的密碼是沒有加密的嗎?難道密碼沒加密嗎?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為什麼這些網站會沒有加密,所以我要先換個麥克風,好 那首先問大家密碼這麼重要,一定很重要對不對,因為密碼是我們帳號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譬如說我們小時候玩電動的密碼,比現在大家都還要難喔,這邊有數字英文字大的一條寫,都非常非常的困難喔,比大家現在的密碼都還要難,那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把密碼做好對不對? 那密碼沒加密又怎麼樣,簡單來講,很多人都說密碼沒加密又怎麼樣呢?那我們今天會看到說,今天如果駭客入信到一個網站裡面之後,然後呢,網站的資料庫裡面,密碼沒有加密,那會知道有什麼事情 可能呢,這個駭客就從裡面取出密碼,密碼可能包含你的密碼,而且呢,這個密碼呢,可能可以產生一個叫做字典檔的東西,這字典檔可以拿來做密碼的破解,而且裡面是含有真實的密碼 然後呢,這個破解密碼之後呢,可以從裡面找到真的密碼之後,再來去盜用你的帳號 所以說如果說各位,各位你們的密碼有重複使用的話,這種沒加密的網站對你們來說影響會最大 這樣懂意思嗎?那,所以說請大家記得,你的密碼、網站都要用不一樣的 那,就是說密碼會一直流傳下去嘛,對不對?只要有一家流傳在上面的話,到處都會有 那,例如說,這是我一直在講的,NASA,美國台灣總署也是一樣 像這邊有一位密碼取得超難的,他應該很悶吧 所以說呢,我就開一個部落格,大概在兩年前的時候,叫做我的密碼沒加密 那他是幹嘛呢?他就是跟著很難相處的一個網站 這網站是這樣的,叫planpass.com 那他幹嘛呢?我去看了各大網站,到底有沒有加密,然後去幫忙做測試 如果我可以找回我的文言的密碼的話,就代表說他可能是沒有加密的 那,例如說我可以用忘記密碼的功能,像這邊可以點,我就說我的密碼忘記了,怎麼辦呢? 就寫一下E-mail,他就會把密碼寄給我,這樣就沒有加密了 或者說可以去打客服,客服就打電話給我說,欸,你的密碼是不是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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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就這樣說他可能是沒加密 那,我有個得獎名單,大家可以上來看,就是這邊是個榮耀嘛,對不對? 因為各大網站,沒加密的話,是被代表說 他這個密碼,他的安全應該做得非常好,所以才不怕 才不怕駭客入行,對不對?所以他就不用加密 那當然呢,也有很多人投稿,像這個是之前Tiger投稿 他就說,這個密碼不能取得怎麼辦?打客服,對不對? 客服就跟你說,欸,那你的密碼是不是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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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密碼就講出來了 那當然呢,這個瀏覽人數還蠻多的 然後呢,也有Facebook的專頁,也叫PlanPass,PlanPass,PlanPass 然後也有Twitter的帳號 然後呢,因為我們有全知道我們的密碼有沒有加密 所以說呢,我們來測試一下 那測試的方法的話就是,這完全合法 而且是,有一般使用者,就是假如說我註冊完之後 我就是忘記我的密碼,我就是記性不好,怎麼辦? 那如果說我可以得到我原來的密碼的話 代表說他這個密碼可能是沒加密的 所以說幾個方式,第一種就是 就是,直接寄中你的密碼,這樣一定是沒加密 那或者說他的密碼可能是可還原 可是可還原,對嗨格來說也是一樣不安全 再來在寄新的密碼的話 我們沒辦法百分確認說,新的密碼是不是有加密 或是沒加密,所以我們就無法得知 再來就是這樣的話,就是寄重設密碼的信件 這樣的話就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好,我可以跳,我跳過一下嘛,這樣好累 好,那密碼的這個加密也算法 因為呢,大家都說密碼加密,那怎麼加密比較好 基本上,MD5-SHAWN這東西已經是不夠安全的 那盡量是使用有加鹽的,sorted的hash會比較好 好,然後呢,這個,因為是PHComp 所以一定要有PHComp的程式碼,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純名文 這就是加密,然後這個就是 用雜錯的得密碼,然後呢,DEMO一下 好,不是DEMO,官網喔,官網已經DEMO完了 有人說我官網那是造假,那是真的好不好,那是真的 是真的 好,那這個是我剛剛貼的 就是最新的一篇是PC Home線上購物 所以我是得罪各大廠商喔 然後這邊就會看到說,我是每個步驟 我忘記密碼之後呢,然後填了什麼資料 然後呢,他就說他把密碼送過來 以這個為例的話 就連簡訊也不會放過的 看到沒,簡訊就會把你的密碼找回來,這樣就不夠安全喔 所以說希望大家可以來爆料一下 那,我這邊其實還有一百多個站還沒寫 我已經 已經動用到一個專案管理系統 來,來記錄哪些東西還沒寫喔 所以我在想說是不是要寫一個 網站叫做我的密碼有加密這樣子 所以歡迎大家 有空的話可以來爆料,可以來幫我投稿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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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我要播一下那個 一起做首歌吧 我希望別人聽得到 我聽到的 可以一起聽對方再聽音樂 OK 我想隨時隨地得到世界的敏感 只有聽更多的音樂 才能做更好的音樂 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今天終於接近尾聲了 好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 今天到底我們得到了些什麼 原本其實我以為今天GG了 因為颱風的關係 還是很感謝大家風雨無阻 今天能夠來參加 非常高的出席率 作武虛席 今天大概看了一下網路 發現有人提到我們是個很可愛的研討會 那為什麼很可愛呢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研討會首創了一個圖章 那這個圖章相信大家都有蓋在自己的名牌 或者是一些書本上面 OK 好 那 那 當然今天也要很感謝我們的講師 當然最厲害的就是 地表最強的PH網站 跟地表最強的駭客 那可是呢 我就看到他們說 欸 這好像不是最高招咧 所以之後我們就GG了 那在休息室裡面就可以看到 這一群最強的PH獎師正在討論中 可是他們竟然告訴我 他們都不寫PHP耶 奇怪 好 那還有我們辛苦的 最美麗的工作團隊 很多啦 那我GG 找幾個OK的照片來放一下 好 最優秀的工作團隊 當然呢 還有最帥的把妹團隊 欸 為什麼會有這個 好 我記起來 這幾個 好 不過呢最重要還是 當然辦研討會很辛苦 然後 你需要的東西幫忙啊很多 那最重要的就是錢嘛 所以呢我們還是要感謝一下我們的贊助商 好 KKPASS 補夢王 然後巴哈姆特 然後Mobile01 OpenFoundary 還有活動通 給我們的票戶上的支持 還有眾議員給我們場地 好 那最重要的是 下次呢各位想聽什麼 好 好 OK 沒關係 如果大家之後 我們會發一些問卷 請大家填一下 所以今天大家聽得開心嗎 好 我們下次見了 希望有明年的PHC OK 謝謝大家 好 那 最終還是要 最後還是要來一個 我們很傳統的 工作團隊的大合照 那請我們工作團隊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到台前 來 來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出去的時候呢有一些 各位 我們目前還有去年的T恤可以買 那如果有興趣可以在外面 有嗎 收了 有失誤著理 失誤著理 不好意思